是聚集 所以你這邊也許可以再把那個工作表名稱改一個叫聚集 那動作的話記得 1有標放這邊 2的話記得這邊有標放進去打勾 這個動作其實不難 但是要特別小心 如果這個動作沒有做確實的話 3的話就快點兩下 OK 另外還有一個清除是 有標放這邊 Ctrl Shift 向下 Ctrl Shift 先按住再向下 按Delete 這樣就OK了 那這個是錄製 聚集錄製完之後 接下來就是再到編輯裡面 這邊有個編輯 那我是建議各位 就是說 1 你上面要加上註解之外 第二個的話因為字太小了 這個好像 他預設的字只有9號字 我是建議你可以從工具裡面的選項 選項裡面有個撰寫風格 他約9號字嘛 我大概習慣至少12號字 按確定 字可以稍微大一點點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 游標放在14 其實在VBA裡面 他是把儲存格 當成是一個Range 有沒有 Range14 指的就是這個14 儲存格 那游標放進去的話就是一個方法 叫點Slater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寫一個VBA程式 其實就這意思啦 就儲存格就Range Slater就是放到裡面 然後輸入公式的話就Formula Formula裡面的話給一串公式 然後自動調整的話就AutoFill 自動幫你填滿 OK 範圍的話是Distination這邊給他一個範圍 大概是這樣 這個最後這個好像點Slater 這個好像多餘的 這個砍掉應該沒關係 所以其實將來這個程式都是可以編輯的 只是說你剛開始假設不熟的話 還是先不要動 沒關係 不然的話你可能一改 改錯了改不回來就麻煩 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只是說呢 這些都是 Essay有幫我們產生的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自己來寫 不要有彈性的話 怎麼辦 怎麼寫 OK 如果我不要錄的喔 我要寫的話呢 我demo給各位看 這個是後面寫完的 用VBA 所以也許你可以 把剛剛的刪掉 或者是說你可以再把它 Ctrl鍵按住拖拉 複製一個工作表 然後名稱也許要VBA吧 那我大概demo給各位看 清除這個也是一樣 然後輸出門號公式 這個跟剛剛基本上一樣 只是差別是自己寫的 那最後的話呢 這個輸出公式喔 跟底下這個有什麼差別 各位可以看喔 現在喔 我是把剛剛的這個公式 放在儲存格裡面 那這個不一樣的地方喔 給各位看一下 按一下它 它是什麼 輸出什麼 輸出這個的結果 到那個儲存格裡面喔 不是丟過 意思說 這個是我把公式 放到儲存格 讓Excel 幫我 產生結果 那這個的話是 在VBA裡面 它做好結果 再把它丟到儲存格裡面 聽不懂 沒關係慢慢來 我們一步一步 反正我大概先說明一下 差別啊 不過你可以 你可以比較一下 有不要放這邊嗎 按這個 這個是結果 是丟一個公式 清楚這個不用講 這個是什麼 然後把它按一下 你會發現喔 裡面放的 就不是一個公式喔 而是裡面 最後的結果啦 大概差別在這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喔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又要向上 再上一層樓了 因為難度要再增加 因為接下來的東西 是要自己寫的 再來就是說 最後還會講一下 制定函數 那什麼叫制定函數 就是呢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我 不是按按鈕 我是要插入函數之後的話 他要產生一個叫 手機函數 那我只要給他 123 三個東西之後 他給我最後的結果 幫我放到這邊 也就是說原來 沒有這個函數 我要把它寫出來的話 要怎麼做 OK 這個是 兩個不同的東西 一個是 這個叫Sub 這個叫Sub 這邊這邊 這個東西叫Function OK 這個兩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Function 好 兩個 都是VBA 也就是VBA 其實一般講起來 你可以把它分成兩種 VBA 分成 Sub 對應到按鈕 Function 對應到 就是函數 OK 就是我們要學的 那怎麼做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我們要做這個 門號公司的 撰寫 第一步我先把這個 刪掉 重來一下 OK 那首先的話呢 如何開始撰寫 我們的Visual Basic 第一步的話 請各位一樣先切到Visual Basic 這個地方 好 那 也許第一步 你會發現 你們打開之後的話 你們的那個 VBA VBA的環境 整個把它蓋 我是建議 先把它縮小一點點 主要原因是因為 一般都是 你看你的需求 去撰寫下一行程式 所以理論上 不要把它擋到 那接下來的話 程式要寫在哪個位置 記得 打開來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你的 左上條這一塊 這個叫做專案總管 裡面的話呢 每一個 Excel就是一個專案 OK 叫VBA 我這個名稱 我用這個 活業部3 就這個 那接下來的話呢 你會發現剛剛 錄製 聚集的結果 它是放在模組裡面 也就是將來如果你撰寫 VBA的話 請各位記得 反正你都把它寫在模組裡面 就對了 暫時先不要寫在其他地方 所以 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要撰寫的 程式 兩個方法 你可以直接寫在 你剛剛的 Module 1 這個是 剛剛錄下來 它自動幫你產生的 或者是說呢 你可以把它分開 你可以在模組上按右鍵 再插入一個模組 也可以 把它分開來 放一起跟分開來都可以 不過我建議是分開來好了 把它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撰寫什麼呢 我要撰寫一個按鈕 名稱叫 門號底線公式 怎麼寫 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 就把剛剛那個按鈕名稱打上去 叫門號 底線公式 意思就是說 我要 把那個剛剛的公式 幫我放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接下來 特別重要 他幫你插入 那個程序之後 一個SUB 後面的話 就是這個名稱 小瓜 或NSUB 那前面這個public 你暫時先不用管 這個叫共用的意思 要不要跟別的專案共用 預設是共用 不過 目前是沒有差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一個專案 一個 VBA的專案 所以不會影響 OK 那 接下來我要怎麼做呢 把公式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來 那 該如何寫一個程式 指這個儲存格的位置 這裡的話可能需要學那個 物件 所以請各位也許先試著把 剛剛的部分先完成 待會我們再來看這部分 那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